香菜以油重色浓重麻辣为特点,湖南人爱吃辣,是出名的辣不怕,辣味是香菜的灵魂,所以湖南菜有无辣不成菜的说法。 而说到湖南的麻辣美食,不得不说风味全国的麻辣小龙虾了。麻辣小龙虾是湖南的传统美食,还有另一个让人熟悉的名字口味虾,据说只有真正好的的美食,才会被加上口味二字。果不其然,口味虾风味全国,美味的麻辣让你陷入小龙虾的魅力中。 麻辣小龙虾开始是长沙的风味小吃,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后,便得到长沙人的喜爱,宵夜的餐桌少不了一盘小龙虾。 后来渐渐蔓延开来,麻辣小龙虾广受喜爱,小龙虾不再只是宵夜的下酒美食、餐馆、酒楼等,都有麻辣小龙虾的身影。 即使是夏季,麻辣不减反,而是吃小龙虾的最佳季节。长沙人爱吃口味虾可以是说疯狂,每当夜幕降临,街头向尾的小店,或是排档挂着显眼的辣字,十又八九都是吃麻辣小龙虾的。 小店的时刻可不少,一盘盘火辣辣的小龙虾摆在眼前,一只过一只根本停不下来。 外来的朋友看到这吃虾的场景,多少有些纳闷,这麻辣小龙虾究竟有什么魅力呢? 其实,麻辣小龙虾的魅力就是辣,而且是其辣无比,浓浓的麻辣味刺激着味蕾,抓起一只小龙虾,去掉虾前白开红颜的虾壳,露出白嫩的虾肉。 虽说小龙虾小,肉不多,可这口精华让多少时刻为之疯狂,若是不怕辣缓,可以蘸上点汤汁更有味道,吃上一口小龙虾,麻辣味瞬间从头窜到脚,即使辣得眼泪汪汪,嘴巴通红,也无法放下手里的小龙虾,即使辣到伸出舌头直呼辣,喝上一口啤酒后仍会继续奋起战斗,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过瘾。